字幕志愿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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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扮演超能力者在开放的游戏世界中冒险的《恶名昭彰》系列 在 E3 展中也展示了第三款系列作《第二只子》的新宣传影片 这一次的故事设定在前作的数年之后 描述为了捕捉超能力者而设立的政府机构 DUP 与超能力者之间的冲突 故事发生的地点则是在被全面封锁的西雅图 玩家将可以在游戏当中发现许多知名的真实景点地标喔 另外本作也延续以往开放式的玩法 任何决定都可能会影响未来故事的走向 《第二只子》中的全新主角Delson 在一次危及救人的情况之下学会了超能力 在影片中展示了他化为烟雾以及火焰的力量 透过这个能力他可以快速的接近敌人 通过建筑物的通风口或者是在半空中滞留 甚至以强大的火力破坏周遭环境等等 不过主角真实的能力 其实是复制吸取其他超能力者的力量 所以未来说不定也可以看到他更多的能力喔 二名昭彰《第二只子》预计明年第一季推出 到时候也会搭配PS4新手把上的触控面板 新主机新操作方式会带来什么样新的火花呢 玩家们你是不是也很期待啊 好 亦然 敟三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